今天是第五天 早上下了很大雨 不過現在也停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環球影城 現在是很少日 而且天氣沒有太陽 因為天氣沒有那麼曬 我們就在酒店買了票 所以就不用在環球影城買票 就不用排那麼長隊 我們現在就進去裡面了 這張就是那張票 這隻就是那隻吉祥物 首先就去玩Space Fantasy The Ride 這個就是一個機動遊戲 感覺上有點像迪士尼的Space Mountain 這個就是裡面的車的樣子 就是四個人一輛車 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因為早上很多人都覺得會下雨 都沒有來這裡玩 所以就很多遊戲都不用排隊 就很快就可以進去玩了 然後就進去了這個Spiderman 這個就是看一些4D電影的東西 這裡就是裡面排到那時候拍的 也挺多東西要看的 看這個4D電影的最後 就很突然之間有個Spiderman 彈出來就說是Cheese 然後就會有個閃光燈 那一刻就真的要拍照了 這一個就是看了4D電影的車 看完之後我們就出來外面 就逛逛去其他地方玩的 途中就發現已經駕車了 想像之前駕車給人看東西的 誰知道原來是賣熱狗的東西 我怕就馬上離開了 這裡前面就是Minion Mods 那就買了很多Minion的東西 這個就是《Back to the Future the Ride》 這個就是《Back to the Future the Ride》 這個就不算是機道遊戲 只是在車上會不停地搖家 有時候就有點蒸氣 在這裏 這裏是豬羅紀世界 2016年才會開 這裏見到我們的酒店 這裏是豬羅紀世界 現在正在建造 這裏是豬羅紀世界 下海駼 現在正在走過去一些攤位遊戲 要付錢玩的 現在就吃了披薩就當下午了 現在就到了這個Harry Potter那裡 然後呢就在這裡買了一些Butter Beer 那就是一些好像啤酒 但它沒有酒精的 現在就進去了Harry Potter裡的紀念品館 吃飯了 現在就出來了 去這個NEW WONDERLAND 然後進去了一間紀念品店 就是賣snoopy的精品 在紀念品第二個出口出來 就會看到這個室內遊樂場 很快 我很想玩這個 但是我超了0 現在就來到 LITO OSAKA OMIYAGE MARKET 就是一間免稅店 就在剛剛那個環球影城附近 我都買了一個寶丁 因為它有頂帽子 很可愛 然後這個就是WESTERN CITY 就是有很多夾崩仔的機器 在裡面 就來到QSMALL 這個就是賣鞋子的 這一間就是ABCCRAFT 顧名思義就是賣CRAFT 這間雖然只有一層 但是它是超大 所以如果你要走完 就需要一點時間 布也有很多款 這裡就是賣木製品的 這裡就是賣黏土 這些就是材料包 去做一些梅製品的 梅製品的 蔬菜店的 這裡就是一些果醬 來的 雲台 有MT 有圓藝的東西 這裡就有marker賣 還有一些畫漫畫的套裝賣 還有漫畫紙 還有漫畫紙 那些 原子小姐來詐 然後就來了QSMALL 超級市場 買食物 我買了一些肚子 超多汁 很好吃 所以一定要買 然後就上去超級市場上面那層 文具布 玩具布 那些 其他店裡 就買卡通人物的精品 好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